近日,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公視了第二批廣東省文化和旅遊特色村名單 我市海口埠成功入選 在公視的第二批廣東省文化和旅遊特色村名單中 江門市共有7個特色村被選中 包括江門市蓬江區梁溪村、江海區應南村、新匯區石板沙村、 開平市大唐面村、學山市上升村、殷平市窗梅村以及台山市海口埠 海口埠位於我市端分鎮,號稱廣府人出揚第一港 從這裡走向世界的僑胞甚至比本地的居民更多 因此有了海內海外兩個台山的說法 海口埠可以稱之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港 對於很多僑胞或家庭來說,這裡無疑是重要的轉折點 是情相啟下、理應外聯的所在 作為世界記憶名錄銀信紀念地、南越古逸道、出海口紀念地 廣府人出揚第一港的台山海口埠 目前正在努力向大家呈現出中西交融、新舊搭配、換言一身的面貌 根據省文化和旅遊廳要求 入選文化和旅遊特色村的村落 將結合鄉村傳統文化、自然生態、特色產業等文化和旅遊資源 進一步完善旅遊公共服務設施和接待服務要求 整體提升鄉村資源發展水平 積極發揮鄉村文化、鄉村旅遊的促進作用 助力鄉村振興 增加均售 索räge